一艘艘漁船停靠在八斗子渔港 但現在傳出 瑞芳級漁船新長發88號 被發現在釣魚台海域翻覆 日本沖繩搜救中心回報 今天6號上午 日本派遣潛水沿下水後 在船艘內發現一具大體身份待確認 目前持續搜救中 請在附近船台前往幫忙搜救 若有消息請通知本台 新長發88號漁船 是在27日深夜11點 從基隆八斗子出海 前往捕撈小捲 原定6號要返回基隆八斗子渔港 但船主1號與船上通過電話 就失去了聯繫 船上有63歲本級的潘信船長 和6名外籍漁工 最後一次聯繫是在 上個星期四吧 還是這個 上個星期四最後一通電話 那因為那個地方都常常 微信電話會故障 所以想說10年還沒有到農曆15 裝長說農曆15才會回來 那想說應該就正常這樣子 結果就昨天通報說出事這樣 國收中心在5號接獲日方 搜救中心轉報 海上保安廳直升機 在北緯25度48分 發現新長發88號漁船翻覆 海巡署立即派遣前往搜救 現在發現是在25 發現傳染的地點是在25度左右 但是疫情他們應該是在26度以北 抓小捲的 因為那附近是流水潮水都是東南流 所以說應該流比較進來一點 在日本保安隊有派潛水人員 向新長發88號我國際新長發88號 發現船長裡面有一個遺體 海巡署艦隊分組執行 新長發88號救援案 3月5號國收中心接獲日方搜救中心 轉海上保安廳直升機 以北緯25度48分 東京124度07分 相對位置以三雕角 東北方125海裡處 發現我國際新長發88號遺產封案 因案發現位置屬於日本搜救責任期 日方以派機艦前往搜救 海巡署艦隊分組以派連江艦前往搜救 並以昨日213洞抵達事故海域開始搜尋 為搜救作業順遂 本署將持續日方共同學巡 依照過去的經驗 船隻前往海域捕撈小捲 大約15到20天就會返回巴豆子漁港 但這次突然失聯 被日本保安廳發現時 船隻已經翻覆 到底發生什麼事 目前只能把握黃金救援時間 全力搜救可能的生還者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導